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频道 我是主讲人韩媒 今天是2018年9月12日 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今天是一个重大的日子 大家肯定奇怪 今天9月12日是一个什么重大的日子啊 今天是黄药起诉郭文贵法庭辩论的日子 黄药起诉郭文贵是郭文贵爆料以来被起诉的第一个案件 他是在2017年的7月19日黄药起诉郭文贵的 郭文贵曾经在2017年7月24日在视频里面很兴奋的说 我被黄药起诉了 黄药来起诉了 这是一个大好事 我非常的兴奋 黄药的小手和范冰冰许晴他不一样 黄药来起诉我 我非常的兴奋 这是郭文贵在去年7月24日的视频里面所说的话 下面我把视频放给大家看一看 大家回顾一下 现在我想给大家说一说我今天的最重要的一个主题 大家看到了黄晏女士在美国起诉郭文贵 这个黄晏女士起诉郭文贵 为啥我今天要特别说一说呢 黄晏女士和范冰冰女士和许晴女士是不一样的 因为黄晏女士代表了两个我们要对付的利益 这个起诉让文贵兴奋 让文贵不是一般的兴奋 你想停都停不了了 你已经起诉了 我的律师告诉我说 这里起诉当中没有任何人可以让我们和中国政府 可以搭上杆 但黄晏女士可以让我们搭上杆 你要回答你的政府的运作的问题 你要回答一系列的问题 建于此 然后呢7月25日 董克文就召开了记者招待会 董克文在那时候非常高调 郭先生说他有证据可以证理 他所讲的东西 对他也欢迎其他的女人来告 我会看到信用他讲 他欢迎其他人来告他 对他说 他说这样的话 他的机会在法庭里面 有这个机会 可以把这个事实的成清楚 那么我们的客人也是说 我要到美国去告郭先生 我也要告诉大家 我是没有做过任何事情 我是被无辜的被他删害到 他高调之后呢 招来了所有几乎所有人的抨击 包括我在内 因为我那会儿还是挺郭文贵的 因为我那会儿还是被郭文贵骗了的 因为我那会儿没有看清郭文贵 我看到有的网友呢 说他们是从一开始就认清了郭文贵 他们呢很为自己自豪 你们应该为你们自己自豪 因为你们从一开始就能认清他 我不是 我第一次是百分之百被他骗了 他第二次接受采访的时候呢 我就有一点疑问 或者说呢 有很大的一个疑问 就是因为他第一次的时候呢 他说他是保命保财报仇 他是在中国的一个富豪 被共产党迫害 那时候呢 我完全看不出来 他这个人怎么样 他那些事是怎么回事 那会儿完全看不出来 有的网友说 从第一次就看出来了 我你们火眼金睛 我没有那样的火眼金睛 我那会儿是看不出来什么迹象的 但是第二次 他说 我用了27年搞了一个锅七条 那会儿我就很警惕 我就觉得不可能吧 你要是用了27年搞了一个锅七条的话 为什么你上一次不说 为什么上次不说 这次说 上次为什么说是保命保财报仇 我从那会儿有了一个很大的疑问 接下来呢 他就是暴露的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一直到 我完全看清他 我完全看清他呢 就是从RPG 爆出来的那些录音开始 因为那些录音展示了一个背后 人后的郭文贵 我是那会儿开始认清他的 尤其是他那些个卑劣的 两面三刀的那些个言语 好 刚才呢 大家看了7月24号 郭文贵的那个视频 也看了7月25号 董克文论那个记者招待会的回顾 前两天呢 推特里面就有一个叫唐汉的 提醒了大家 黄烟那个案子还是active的 黄烟那个案子大家别忘了 然后呢 又把这个案件呢 又让他再次提起了我们的注意 那当然呢 也提起了郭文贵的注意 郭文贵肯定不可能说 忘记了这个案件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以为我们大家忘记了 我们大家也确实是忘记了 感谢这个唐汉 把这个案子再次提醒大家注意 那郭文贵在9月7日的时候呢 再一次做了一个视频 他在这个视频里面呢 就装傻充愣 他说 董克文 起诉了吗 黄烟 起诉了吗 我昨天 给我的律师打了个电话 问他说 黄烟 起诉了吗 律师查了一下 说 没有啊 然后他说 没有 没有的事 他说 我必须得问问律师 官司太多了 官司实在是太多了 然后一脸傻笑 很尴尬的那个笑 非常尴尬 官司会撒谎的时候呢 其实你从他的表情 你是也能看出来 有一些时候能看出来 9月7号他这个视频 我现在给大家放一下 我这些人 对了 昨天问我这个董克文 黄烟要告 我还没告啊 我昨天我马上打电话 问律师 我倒是黄烟告没告 他没告 董克文没告 我告诉他 我说我真不知道啊 真不知道 官司太多了 从这个视频里面 你可以看出来他的尴尬 从这个视频里面 你可以看出来他的荒神 其实他是荒神了 他不知道 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今天开庭 9月12日 开庭 还能不知道啊 怎么可能不知道 骗谁啊 能骗过谁去 光怪反正他一贯的 就是这样的 我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我就这么说 信不信有你说不说在我 你不信我也当你信 我就当你信 怎么着吧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今天是一个大日子 光怪呢 实在是案子太多了 他的案子太多了 董克文的那一批案子 没有结束 不是说没有下文 有下文 只不过大家不知道而已 大家不知道 美国的那个法律系统呢 如果你不是专业人士 如果你不是订阅那些的话呢 有一些你就看不到 光怪一天到晚的说 他开会 你以为他开什么会 你以为他开什么会呀 到白宫去开会呀 白宫哪有光复搭理他呀 他一天到晚的就忙活 他这些案件 这些案子 说实在的 他一脸尴尬的说 他都忘了 也有可能他忘了 也有可能 因为案件实在是太多了 太多了 律师召集他的时候呢 这个英文呢 就叫meeting 两个人见面 讨论事情 就叫meeting 翻译成中文 就叫开会 因为中文这个词啊 不是很准确 meeting在中文里面 就只能翻译成开会 中文里面就不包括 我们两个人会面 谈一谈 讨论一个问题 像这样的一个meeting 中文叫什么 没有一个准确的词汇 来描述这种情况 郭文贵呢 就给他翻译成叫开会 没什么不对其实 但是呢 千万千万不要以为 他去开什么 重要的会议 也不能说他这个会不重要 这个会对他来说重要 很重要 但是不是我们所理解的 不是你们所理解的 不是国内的人所理解的 开会好像就是说 都是比较官方的 中国人理解开会 就是官方的 其实私人之间的 也叫meeting 你们家的小孩 找他的小朋友 对吧 见面 他也叫meeting 也可以翻译成叫开会 就郭文贵 就郭文贵拿着这个天天的 就是忽悠这些个网友 郭文贵 跟那些小蚂蚁们 也一天到晚开会 还有一个词 interview 这个词呢 也翻译成中文 也比较这个 awkward 很别扭 interview 郭文贵 今年的气焰和去年相比 是大不一样了 去年7月24号 我刚才给大家放的那视频了 多么的嚣张啊 你这个起诉 让文贵兴奋 让文贵不是一般的兴奋 多么的得意洋洋啊 多么的有气势啊 然后你再看他今天 你再看他9月7号的这个 完全没有了气势 我说我真不知道啊 真不知道 不安思太多了 非常尴尬 他的表情 对吧 非常的尴尬 他有些东西呢 我们知道 他面临了一些个问题 一些个事件 有些我们知道 我估计还有很多 我们不知道 关于他那个正辟 我估计他美国的官方 经常会跟他了解一些东西 经常会找他谈话 谈的有些有可能是 跟这个正辟有关 有些就是跟正辟 不是很有关系 因为他是一个政治皮肤嘛 如果是一个一般的人的话 有一些问题 我估计就不会问 但是呢 因为他是郭文贵 因为他之前 跟中国的那些个 马剑呀 张悦呀 之类 确实还有一些 比较近的一些个 交融在一起 他确实是 跟他们混在一起 美国政府 有可能对那些呢 还比较感兴趣 而且郭文贵呢 他自己有时候呢 他也声网上贴 他声网上贴 他觉得呢 他主动跟他们 提供一些个 中国的那些秘密 他觉得好像 美国人就会高看他 美国人就会 会把他看得重要 美国人如果把他看得重要 他觉得就会批他 那个正辟 其实美国人的思路 不是像他想的 那样的思路 美国人是不会 被他牵着鼻子走的 美国人脑子很清醒 我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郭文贵 他去年有一次 他把一个记者 一个男记者 然后弄到他家里面 观摩他的生活 采访他 他通过那个记者 他表达了他一些个东西 向公众透露了一些个信息 他试图 其实他试图 想这个英 通过这个英文媒体 来把他的一些东西 转达的 传达到这个老外 的人群当中 实际上 老外对他不感兴趣 曾经呢 有一个叫 Roger Stone的 一个政客 他跟川普 他们两个 掰了之后 然后他经常发言 他也是一个大嘴巴 经常发言 我曾经还翻译过 他有一段 是关于郭文贵的 他在 他那一次的 一个视频当中 他在里面提到了 郭文贵 当然他还说了其他的事情 我不知道当时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这个观众的留言当中 没有人关注郭文贵 他们只关心他们的事 他们不关心郭文贵 在中国 在中国人的眼里面 觉得郭文贵呢 是一个大富豪 对吧 觉得他是一个大富豪 在中国呢 跟那些个高层什么的 有一些个联系 大家就会觉得 他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但是在西方人的眼里面 这样的富豪多了去了 然后跟那些个高层次的政客 有近距离接触的 也稀松平常 很平常 中国人就觉得 好像谁如果跟那个习近平 握手照了照片了 这张照片放到办公室里面 反正就可以拿着到处去 照摇照片 但是西方不一样 你想跟川普去照这张照片 机会有的是 你跟他照的时候 他也可以搂着你的肩膀 照的是相当的亲密 你甚至你跟川普去谈几句话 川普可以夸你 把你夸得跟不知道姓什么了 中国人跟老外特别不一样 郭文贵有的时候 跟老外在一起 可能是老外就说他几句好话 他就不知道姓啥了 但是呢 他在美国待了这个 这么长时间以来 他接触了这么多老外 我估计他现在啊 他的想法 跟普通的中国人的想法 也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 他即便是跟川普见了面 也不会是普通的中国人 也不会是普通的中国人想的那么的 把这件事看得那么大 他应该是现在也看得很普通了 不说明任何问题 但是他会拿来骗这些网友 骗小蚂蚁 前一阵子公民一说 很显然他就是来骗你们的 他知道他说一说 我是公民了 也不犯法 也不犯法 但是能骗了你们 不是说冒充公民就无犯法 但是他有他的解释 他有他合理的解释 他一定是事先 他都想好了 他一定是就像我说的那样的 对吧 他有他的解释 他是一个合理性的解释 他就来护佑你们 他让你们上当 不管怎么说 今天黄燕这个案子 今天开庭 黄燕这个案子 出来的结果 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对于郭文贵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他来说 会是一个转折点 我们刚才看了 他的气势已经完全不同了 等这个案件完了以后 他的气势将更加尴尬 好 今天的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下次再见 对于郭文贵的